至於尾關,星期四第十場 亦是歐巴,亦是德國球 利華古迅主場對卡斯洛達 讓球呢?反過來,我就選擇德國球 我選擇讓球,雖然不讓球數比較多 讓一球球盤,1.91 我看看如何選擇 其實利華古迅也是傳統的勁女 卡斯洛達在俄羅斯中 其實都是中下游的隊伍 今季他本身踢得非常不錯 在俄羅斯中 始終比我上下聖彼得寶 或者是戴蘭摩、中一陸軍 感覺上是比較強勁 這隊卡斯洛達可能近兩季也是武器 我們先看看利華古迅 他剛剛在主場賽事中 贏了對杜塞爾多夫2-0 這場波也有介紹過 作客這次的卡斯洛達 在作客的情況下 都可以提到0-0 將優勢帶回來這次的主場 不是比數上的優勢 只不過是場地上和實力上的優勢 其餘的賽事中 其實利華古迅比我感覺上 越強越強 或者是非常硬正的球隊 除了德國輸給海登咸之外 其實主場贏拜日布尼卡3-1 在落後0-1的情況下下半場反級 對著和夫斯堡 亦可以如搶如携地贏3-0 不過對著無信加法這場球 就比較辛苦 因為始終無信加法 都是一種穩打穩定的球隊 領先之下 被人離勝之下 其實都很難反勝他 我亦有看回卡斯洛達 其實作客賽事 他其實也是一般 他對著這場球 0-0 在球賽中 對著大部份都是 我超的球隊 莫斯科 或者是1-0 那去到 對上一次 歐八對著 再下西圍2 可以輸到0-3 亦都是在俄超 上季 可以叫做 主場和夫法 其實在夫法 大家 買開球 賭開 俄超的朋友 也是 亦都知道 其實是一隊非常差的球隊 所以1-1來說 在主場1-1 亦都是 感覺上 比較難觸摸 這隊球隊 上季他拿到成績 踢到歐八 其實是 起出望外 給我感覺上 看看 2-1 如何買 星期四選擇 2-1 200元 還有一兩百 頭關 第五場 讓球主客和 客隊 1.95倍 即是選擇薩克達 加1 即是薩克達 這場球 和同贏 已經可以贏1.95倍 即是三分二機會 在機會率上 不斷計算 第二場 就是 星期四的第十場 利華 股信 讓球 1球9倍 選擇利華 股信讓球 1.91倍 200元 條 如果成功過關 可以收回744.9 正回補 也有544.9 希望 星期四 這裏二圈一 依然成功過關 到處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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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做了一碗